倘若 我发差呢 唐玥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唐玥 你没受伤吧 受伤我来 既然没事 那我们赶紧去找灵珠吧 唐玥 你怎么了 你还嘴硬 明明受了这么重的伤 躺下 少主 快去找独灵珠 除了坑在身边 我是要找灵珠啊 可是你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我走了你怎么办 少主 你的任务是寻找灵珠 属下的生死无关重要 还请少主以大局为主 不行 要找一起找 我不会救下你一个人的 快 躺下 走 走 保护少主是属下职责所在 少主无需多想 既然少主不愿前往寻找灵珠 属下带少主前往 你说得对 我是少主 我是少主 你是户外 你的生死与我无关 南昭还等着水灵珠奇遇呢 他的面跟武灵珠比起来 根本不值一提 他就是个小小的护卫而已 他的死活不需要你管 对 不需要你管 别以为你这样 我就会感激你 对 我 妈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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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 少庄 我东西忘拿了 聚首聚老 我也是聚首之劳 这个是生姑师父给我的紫荆玉绒丹 不管再重的伤 只要吃了之后 要不了几天就会好 多个钱少庄 不准动 你受伤了 还有啊 以后不准严小师大 这个朱差 并不重要 少庄才会 书下定当静静于心 少庄你 没事吧 那你快歇一下 我们一会儿就出发 是 不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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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